Hello 大家好 iOS 15 已經開放更新了 能夠更新的機種 我是建議你更新吧 因為有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其他的我就先不說 就這個功能 我想要特別介紹給大家 一定會對於你的生活非常的有感 這個功能在Line裡面呢 其實也是有的 但是它的便利度 就沒有iPhone現在更新的這麼多 就是可以辨識你的圖片裡的文字 那它是怎麼應用呢 我們先進來相簿裡面看一下 那找到一張有文字的圖片 我們就是直接對著文字 就像是在文本上面一樣 直接按壓它 直接這樣子 選擇文字 那你可以拷貝或翻譯 像這邊 如果我拷貝了它 然後我再開出一個記事本 然後把它給貼上 這樣子就很方便 那這個功能呢 其實不只是用在相簿裡面的照片 你也可以在你的瀏覽器上面 你去Google圖片之後 然後可以找到圖片裡面的文字資訊 把它給複製起來 那例如說我現在找到一張知名美食店的菜單 那我想要上面的電話號碼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可以把它的電話號碼的部分選起來 首先我按壓的時候 因為它已經辨識到了這個是電話號碼 所以它就會問你你是否要打這支電話 那我就不想要打 我只是想要把它拷貝給我的朋友 那我就選擇拷貝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今天就是想要把它整個招牌呢 選起來那我就可以這樣子整個選下來 那當然啊這個行為很無聊 你可以懶得打字然後某一個字非常的特別 你就單獨的去選那個字 這樣子就好了 順帶一提啊 在這個功能的基礎下呢 其實我們的備忘錄裡面啊 還有一個相對不錯的功能 就是呢 我們可以直接選擇 我們要從圖片裡面讀取文字 例如說這個第四個選項這邊的 我點下去它就會打開我的相機 那這時候呢 我就選擇把這個化妝盒後面的這個文字 給它放到畫面裡面去 那它就會把整個畫面裡面的文字 通通都擷取進去 那當然這個成功率要看你自己 怎麼去瞧這個畫面 然後當我覺得這個範圍是我想要的 那我就按插入 按插入完之後呢 在我的這個畫面裡面 就是剛剛這一個化妝品背面的資訊 這個功能也是非常實用 如果你有看到街上的電話號碼 你懶得用輸入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先把它拍下來 或者是直接打開記事本 然後把這個相機的功能打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文字給轉移 進到你的手機裡面 那以上呢 就是這是iOS15最有感的更新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來 誇張